小朋友在斜坡隧道间穿梭 好不快乐 还有旋转功能的大转盘设施 也让小朋友玩得很开心 这里是暖定游戏场 全市第一座参与式儿童游戏场公园 耗资两百多万元整建 在暖暖区暖定桥下正式启用 透过政府和民众亲子以及明代 大家共同参与设计出来 希望更符合大小朋友休闲游玩的需求 区公所邀请我们当地社区的许多亲子 还有团体共同是来参与来讨论 怎么样设计出一个最符合亲子 来使用的一个游戏空间 那经过议员跟里长的建议 那游民人出来拨金贝 花了一些金贝 把这个地方重新整理 也设计出12组 符合民众所需求的游戏器材 可以利用这样的地形地貌 那未来说看本市如果其他地区域 有这样的地形地貌 我们也希望说可以来广设这种 桥下的这个游戏场 利用自然的这个遮雨的设施 让这个风雨游戏场可以更多 那民众来前玩 不会受到这个因素的影响 因为我们基本本身爱下雨 如果只要能够克服这一点 相信我们的游戏场 也会是很多民众 爸爸妈妈愿意带小朋友来玩的一个游戏场 这个公园是我们从去年的1月6号开始推动第一场工作坊 我们总共经历了十次的会议 然后以及三场的这个亲子共作的工作坊 我们才有机会把这个公园给形塑出来 而且过程中预算其实一度不足 然后在我们极力的争取之下 总算是可以让这个活动和让这个公园有机会可以形成 原本这块桥下空地没有经过整理 成为附近居民争相停车的地点 但时有纷争 因此在暖暖区公所出面 邀请三位暖暖区市议员 以及地内里长和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等人 共同协调 终于促成这件参与市游戏场公园的计划 把荒芜的桥下空地活化成最有意义的使用 这里闲置空间是停车的空间 但是因为阴暗而且情车场容易引致的纠纷 所以说区公所在跟三位暖暖区的议员 还有我们林景龙里长 林家康会长等等 还有花园协会理事长 我们一起配合经过五次的工作坊 讨论出来所研议设计的参与市的游戏场设置 这个在区公所来讲 其实在基隆地区来讲 我们是第一个 共同来促进来协助做这个完成今天这个问题 尤其特别感谢王景之林敏昕 他们议员的这个协助 谢谢大家 大人们还在为启用典礼致辞时 小朋友已经迫不及待拿着球摆出投篮pose 玩投篮游戏 似乎也在告诉大人们 谁能够争取孩子们的幸福 谁就能够获得孩子爸妈的支持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